但是如果她是很想哭 但是沒有哭到 又是另一種又更加嚴重 她的情緒封了 有些人是不懂得哭 不懂得笑 不懂得開心的 真的有人跟我這樣說的 譬如有些什麼開心的事 畢業啊 升職啊 她可以沒有感覺的 不懂得笑的 沒有感覺的 這個其實是因為那個壓抑得很重要 壓抑在裡面 是 都是嚴重的 比那個更嚴重的 因為懂得哭 她會放出來 她沒有保護她的傷害 保護傷害是怎樣的 我沒有被人傷害的 沒有東西的 不要緊的 不用哭的 她一直這樣壓抑 另一種就是 我不可以哭的 哭 哭被人看不行的 這些就是會壓抑自己的 或者被人罵的 你不可以哭的 你為什麼這麼軟弱的 長期 或者覺得很冤枉 很委屈 個個都對我不好的 我真的要 哎呀 要頂住頂住 整天都按住一些不開心的 那種就變了壓抑情緒 就會失了感覺 但是她不是失了感覺那種 其實當她很想哭的時候 她會跟她自己說已經過去了 以前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那如果已經過去了 那這個就是一種釋放 那她就是不哭的 那是這種釋放 那問題就是這樣的 她是不是真的過去了 譬如她口話 那都是一種釋放的 就是某程度是一種釋放 但其實她裡面還是介意的 不過她告訴自己已經過去了 她都是開始說放手了 放手了 那她如果真的放手了 那她就逐漸不釋放了 但是如果她是 其實裡面很介意的 不過她告訴自己 是沒事的 沒事的 沒事的 那她是沒有哭出來 那其實她裡面還是有些壓抑著的 那這個需要分辨 自己分辨到的 你自己比一下自己的喜樂的指數 就是你是輕輕鬆鬆 開心心做人 還是覺得做人都是很多壓力的 很多不開心的 或者看人都是的 人真的很衰的 真是很不開心的 或者看事奉都是很大壓力的 那這個都是一種壓抑著的東西在裡面 就是去到輕輕鬆鬆開心心的 的確不是很多人去到這個情況 我就很想 剛剛禮拜時報的人 我就討告 我一定教她討告 我多寒不見的 所以我來看 我去到這裡 你們是一種壓力的 我來看 我的天啊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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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